明书记第23章 巴兰对巴勒说 你要在这里给我筑七座祭坛 给我预备七头公牛 七只公棉羊 巴勒照着巴兰吩咐的行了 巴勒和巴兰在每座祭坛上 献一头公牛和一只公棉羊 巴兰对巴勒说 你要站在你的凡祭旁边 我要往前去 或者耶和华会来迎见我 他指示我什么 我必告诉你 于是巴兰上了一块高地 神迎见巴兰 巴兰对神说 我已经预备了七座祭坛 在各座祭坛上献了一头公牛和一只公棉羊 耶和华把话传给巴兰 又说 你要回到巴勒那里去 要这样这样说 他就回到巴勒那里 见他和摩押所有的领袖都站在凡祭旁边 巴兰就做歌说 巴勒把我从亚兰领出来 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 来吧 为我咒骂雅各 来呀 咒骂以色列 神没有咒诅的 我怎能咒诅呢 耶和华没有咒骂的 我怎能咒骂呢 我从高峰观看他们 从山上眺望他们 这是独居的民族 不列在万国之中 谁能数算雅各的灰尘 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呢 愿我的死像正直人的死 愿我之中如正直人之中 巴勒对巴兰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 你反倒给他们祝福 巴兰回答说 耶和华传给我的话 我怎能不谨慎说呢 巴勒对巴兰说 请你与我到另一个地方去 从那里你可以看见他们 不过 你不能看见他们全部 只能看见他们边界的一部分 在那里 你要为我咒诅他们 于是巴勒带巴兰 到了索肥田 上了皮斯加山顶 筑了七座祭坛 在每座祭坛上 献了一头公牛和一只公棉羊 巴兰对巴勒说 你要在这里 站在你的梵祭旁边 等我到那边去 迎见耶和华 耶和华见了巴兰 把话传给他 说 你回到巴勒那里去 要这样这样说 巴兰回到巴勒那里 见他站在自己的梵祭旁边 魔妖的领袖 也与他在那里 巴勒问巴兰 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 巴兰作歌说 巴勒啊 要起来听 希伯的儿子啊 侧耳听我 神不是人 必不致说谎 也不是人子 必不致后悔 他说话 怎能不做 他发言 怎能不做成 我奉命来祝福 神要赐福 我不能改变 在雅各中 不见罪孽 在以色列中 也不见患难 耶和华 他们的神 与他们同在 有君王欢呼的声音 在他们中间 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对他们有如野牛的脚 在雅各中 没有关照的 在以色列中 也没有占卜 到了适当的时候 必有话 对雅各和以色列说 神为他们 行了何等的大事 这民族起来 这民族起来 又如母狮 挺身 好像公狮 不吃下猎物 不喝被杀的人的血 绝不卧下 巴勒对巴兰说 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 也不要祝福他们 巴兰回答巴勒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说 耶和华吩咐我的 我都必要遵行吗 巴勒对巴兰说 你来 我领你到另一个地方去 或者神喜欢你 你就可以在那里 为我咒诅他们 于是巴勒领巴兰 到了府市旷野的 皮尔山顶去 巴兰对巴勒说 你要在这里 给我逐七座祭坛 也要为我预备 七头公牛 和七只公棉羊 巴勒就照着巴兰所说的行了 在每座祭坛上 献上一头公牛 和一只公棉羊